大家好,第25課,我們可以學習如何去D一些inverse functions 第一部份就是一條問題問問 剛才我們上一課學過就是D一些inverse的trickle 其實它們就是trickle functions的inverse 如果其他functions的inverse,我們又可以怎樣去D呢? 我們看一看 首先第一項要記得,就是一個functions 要是bijective才會有inverse 如果它不是bijective,基本上你不用看下面 我首先假設了f是由a去b 是一個bijective function 你的inverse的domain和range就會是反轉 我以前的唐數講過 另外第二項就是 所有x在domainb裡面都會是differentiable 都會是d得到 而怎樣D就可以利用這條公式去做 我先看看是甚麼來的 這條公式 假設如果fa等於b的話 即是inverse把b放進去,應該會偷回a給你 因為它們是在做相反的動作 你進入input,給出output 如果將output放進inverse裡,會偷回input給你 我們試試放b進去,就會在這裏b 而這個inverse of b其實就是a 所以你看到inverse這一次at b的位置 其實就是1overf'a 那有甚麼厲害呢? 就是明明我們未必知道它的exact equation 但是你也可以d到它 你用本身的調色幫手就可以 你不用特別找個inverse出來 你知道它有就足夠了 我們看一看這條色怎樣來 我們假設y是inverse of f 我們嘗試找d,y,d,x 第一步,我們反過來寫f,y,x 都是inverse和本身分順的關係 然後我們兩邊d,d,x 左邊當然要用inverse d 因為這個是x,這個是y 是未對位的 如果你要寫得清楚一點點 就會是d,fy,dy 後面連dy,d,x 你約走就跟本身一樣 那你y,y對方位 就是d一次f'y 當然,dy,d,x要做主項 你就可以搬過去 就是1overf'y 如果你的y不喜歡 你想用x表示 你就變回f-1x 放進去 就是你題目的那條色 你題目的那條色 你也可以把dy,d,x 寫作1overd,x,dy 類似分數的concept 你一除一個分數 其實是乘回上下跌倒 你這樣去記都可以 因為這一塊 x是fy d,x,dy 正正就是f'y 好,我們看一看怎樣用 譬如fx是x,5次,x加1 如果你想用它的inverse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為什麼沒有可能? 因為找inverse 我們記得 是調轉 首先,y是x,5次加x加1 你的目標是要寫作x等於什麼 這個case當然不可以 你一個5次方,一個1次方 你怎樣處理都不可以變成subject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最緊要我懂得如何d 用回剛才的fear 如果我們讓y做f inverse of x d去一次就是1 over f'y 我們fx是這條色 我們fy只不過把x代替y d去一次就是5y4次加1 你把它放進去 你把它放進去 就完成 這個就是你那條色 你的formula 那怎樣應用呢? 譬如我想知道 在x是x等於1的時候 它的數值是多少 那你就要解決一個equation 如果x是1的話 f inverse of 1 那y是什麼呢? 又或者反過來想 即是fy等於1 y是什麼呢? 但fy等於1的話 即是解決 y5次加y加1等於0 你只要看下去 只要y是0就可以 所以我們知道 對應的y就是0 那你代入去就代0進去計 最後答案就是1 來多一個例子 例如這條色 照舊 如果你想找它的inverse function 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第一步會寫 y等於x5次加x3次加x 然後嘗試x做主項 in this case 你也是轉不到的 那沒問題 用Fiorum 也找到一條formula 又是了 我們目標先找F'y 把所有的x變為y 然後d一次 放回它的份母就可以了 這條色我們待會備用 譬如今次我想找 在x等於3的時候 它的數值是多少 那我就要找回 對應的y是多少 也即是我解決 y等於inverse of f at 3 的數值是多少 那你不需要inverse 來想 你便放回去 Fy等於3 即是解決 y的5次加y的3次加y等於3 又是了 就這樣看下去 應該看得到的 只要y是1就可以 所以對應回代1 你會計到1 那這個就是答案 那些inverse functions 偶爾都會用到的 那條色最好就不要背 最好就自己 Derive出來 記得是用impresed D 去幫忙 因為要背都比較困難 我明白的 那就可以試試路易看 是